法谷山花莲金社20号上午举行的 落成接曼开光启用仪式 现场聚集了300多位的护法信众管理祝福 也迎来年度首场祈福归一大典 由方丈和尚果徽法师透过视讯 证授三规五戒 引领众人领证成为学佛新宣人 迈向智力立他的成佛之路 请接曼 由法谷山副住持国平法师 协同护法总会总会长张昌邦 建筑师苏建荣等人进行接曼 20号上午法谷山花莲金社举行落成启用大典 现场300多位护法信众管理祝福 温兴动人的乐国乐曲 首语演出即花莲小菩萨带来洋情 小提琴等演奏为仪式揭开序幕 透过一张张影音资料 引领众人走入花莲金社 从无到有近30年的历史 我觉得除了感动还是感动 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 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 在过程中里面眼泪就是在眼眶里面打转 年度首场祈福皈依大典 由方丈和尚透过视讯 震受三规五戒 并就皈依三保一役进行开示 百余为民众在佛前世院皈依三保 迈向自立立他的学佛之路 愿与学一切佛法 愿与学一切佛法 金社副寺常夺法师表示 感恩在地义公信众 近30年来全新奉献 成就这座现代华寺院便离大众修行 花莲招委陈晓婷也表示 金社将开办多样化的活动 欢迎民众共同学习 经过了26年的努力 法谷山终于有一个到场 我们未来希望这是大家心灵的家 法谷山华联金社即将于4月2号迎来首场清明包恩地藏法会 4、5月则有家评如潮的智慧与经典讲座 及各项禅修活动 欢迎民众随喜参加听闻佛法